原来是这样 苏安为了思源 一个人去国外生了孩子 现在孩子生病了 为了不破坏思源和心悦 她又自己一个人去做手术 妈妈 苏安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是啊 真的太不容易了 天天 你觉得妈妈这样做错了吗 妈妈 如果是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事是挺为难的 比今天屋的故事难多了 是啊 现实比童话总是要残酷的很多 妈妈说得对 现在这种做法是最好的 我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不坏心愿的幸福 可是如果这件事不说出来 对苏安也太不公平了 对贝贝也是 要我也会这么做的 为爱的人去承担一切 只要她信 你 你的意思是 如果这件事揭穿了 对苏安是公平的 但是 那不一定是她想看看的 可以这么说吧 我现在 越来越佩服苏安了 如果是我 我肯定做不到 会不会一个人付出这么多 我就能做到 要不这样吧 你要是很担心苏安的话 我带你去看看她 到时候你再做决定吧 怎么样 好 苏安 苏安 怎么没有人呢 苏安 你们找谁啊 请问你是要吃家人去哪儿 搬走了 搬走了 今天搬走了 谢谢啊 喂 妈妈 苏安怎么搬走了呢 什么 她搬家了 怎么会这样呢 好好 那你们先回来吧 嗯 来 来了 阿姨 阿姨 你们俩 田田她们呢 田田她们去买点东西 一会儿就回来了 思远今天邀请客 好 我们新婚倒计时啊 她说要请大家到她的餐厅大吃一顿 她还要亲自下厨 还要让我们品尝一下她珍藏的托斯卡那 林叔她们已经等在那儿了 我们赶紧去吧 好好好 那个张叔什么时候回来呢 张叔这两天忙 她在谈点事儿 我给田田打个电话 让她们直接过餐馆 你们俩坐吧 喂 田田啊 思远她们俩来了 你们快回来呀 不是 是思远今天邀请客 这样吧 你们直接去餐馆好不好 好好好 一会儿见 那 咱们先走吧 好 我去拿下包 你介意的话 我把名字换掉 换成我的名字啊 嗯 那好啊 我介意 非常介意 换吧 我换 跟你开玩笑的 没事儿了 哎 阿姨快点儿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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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送你们新婚快乐 来 谢谢 新婚快乐 干杯 新婚快乐 好 我去下洗手间 我也去 看样子菜做得不错 谢谢你啊 这我新发明的 尝尝 美食家 你试试新菜 电话还是打不通 那他现在会去哪呢 我想 他可能是不想让我们找到他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回去再说吧 在这儿干吗 快去啊 都等你们喝酒呢 好的 你慢点啊 来 咱们一块儿祝四眼和星夜 永远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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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留 早下 你没什么 我先回来 我去不上班 我在这儿干吗 你还能做呢 我都没有呀 我都没有了 我去吧 你到底有什么 走吧 那阿姨再见 来 喝点水 喝这么多 你有事瞒着我 啊 没有啊 不可能 你刚才跟你妈妈说 什么谁找不到了 什么电话打不通啊 你都听见了 那当然 不然我拉你来干吗 你以为我真喝多了 好 喂 妈妈 田田 我有点头晕 快回来吧 哦 好 好 妈妈 我马上就回来了 我妈妈生病了 我现在得马上就回去 不行 你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哎呀 真的没什么啦 别逗了 我还不了解你啊 可是没什么你怎么会偷偷摸摸躲起来说话 我告诉你 你不说今天就不许走 不愧是我朋友 你太了解我了 其实吧 其实 就是礼服的事 礼服 礼服 对啊 那个 我看你 你要结婚了 礼服还要去引楼租 所以啊 我决定要给你做一个 最最最最最最漂亮的礼服 我妈妈呢 就给我找了一个设计师啊 可是现在突然 这个人打不通电话了 所以 那你干吗不急说呀 我呀 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笨 也许是人家太忙了 赶不及做嘛 其实现在这件我也挺喜欢的呀 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谢谢 幸福吧 那当然啦 人家说 等待的新娘是最幸福的 那你结婚以后 也一定要幸福 哦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